好我们来插播最新讯息 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消息指出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在15号接受例行性的PCR检测时 结果呈现两条线是阳性 但是症状很轻微 稍后会有更完整更详细的报道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就在今天 南韩国会发表演说 希望南韩在新冠等传染病上 透过自由的科学技术能力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比尔盖茨指出 南韩拥有稳固疫苗制造的量能 已经在新冠跟群体的检疫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 同时也提到南韩政府 近期扩大对于国际公卫资金的投资 相信呢 在南韩的这种国际的传染病因应努力之下 未来再跟南韩的有力合作 可以拯救人类免于传染病的情形 英国手上强森15号再度被外界抨击 在亚坦批评他在离职前 居然不是处理英国10年来的新高通膨危机 而是又跟老婆跑去度假了 网路上还流传有民众在雅典附近的超市 目睹他跟太太一起采购的画面 我们看到这画面 长森看到镜头还打了个招呼 之后走到饮料柜前跟太太一起采购 事实上上个礼拜 长森才刚刚跟太太结束在斯洛维尼亚的蜜月旅行 没有想到才刚回唐宁街 又启程出发到希腊度假了 被外界抨击 这样子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的不好 而他也透露说长森这个礼拜就会返回英国 那么发言人也说不用太过担心 俄国总统普丁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还有其他的议员来台湾表示批评 他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冒险 无视他国主权的表现 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们来听听普丁怎么说 美国的盾向台湾是不只是一步 一步的无负责任的政策 而是一步的 明晰的政策是美国的掌握 对垃圾和破碎的状况 在地域图并坏的状态 坏生态似不相关的 它的蛋白質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漿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喔